雏菊、Daisy是一种可爱而受欢迎的花卉 以其明亮的色彩和简单的花形而广受喜爱 以下是关于雏菊的一些信息 特征 雏菊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精细长 叶子呈长条形或羽状 花朵通常是小而简单的 有许多独立的花瓣组成 中心有一个明显的黄色花盘 花色包括白色、粉色、黄色、红色和紫色等 品种 雏菊有许多品种和变种可供选择 常见的品种包括英国雏菊Bellis parenis 也称为野雏菊或长春藤雏菊 以及大型雏菊Lucansumum 如大白雏菊Lucansumumaxum和金色雏菊Lucansu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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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植条件 雏菊适合在阳光充足的位置种植 它们喜欢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排水性 雏菊是耐寒的植物 适应性强 适合在春季和秋季种植 照料和管理 雏菊需要适度的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过度浇水 定期修剪可以控制植株的形状和促进更多的花朵生长 移除凋谢的花朵有助于延长开花期 应用 雏菊适合在花坛 花园边缘、花茎和花树中种植 它们也是庆典装饰、花环和插花的常用花材 雏菊以其明快的颜色和简洁的花朵成为庭院中的焦点 无论是种植单独的品种还是混搭多种颜色 雏菊都能为环境带来活泼欢快的氛围 雏菊最是酷的 蚣